许信嫌犯进入仓库将游戏主机偷走的过程全被监视器拍下 今年2月底,信义商圈多家百货接连召窃 台北市警察局信义分局方面说明案情经过 新北市许信男子因基欠债务无力偿还 于112年2月20日锁定本辖百货商圈内百货公司 趁电源未注意之际潜入百货公司仓库内 确取PS5局、Switch等游戏机财务 再将得手的账务于网路上贩售以不特定人士 从而获利,许嫌得手后实随之位 又于2月25日再度潜入另外两家百货公司 故技重施,再确得PS5局、Switch等主机以此方式牟利 案发后,信义分局组成专案小组积极追查 在调阅商场内外及周边监视器后 终于掌握犯贤身份 并顺利将这名窃贼具体盗案 说的呼吁百货商圈应针对仓库与存放货品空间 加强保全系统及人员看管 并与辖区派出所保持联系外 信义分局方面也将加强辖区执勤同仁的巡逻密度 并针对人潮聚集的大型商场周边加强执行防窃勤务 不让萧小有机可乘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